1月29日 江西上饶15岁高一学生胡新宇失踪事件 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根据官方通报称 1月28日 阎山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电话报警称 在河口镇荆基山区域树林中 发现一具疫调尸体 1月29日 公安机关经对死者生物检裁进行DNA检验 确定死者系胡新宇 这则通报一公布便立即引发巨大的争议 而持有反对意见的人 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 独立评论人宋祖德 据了解 宋祖德曾在2022年12月底 亲赴江西上饶 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和取证 与志仁中学学生以及胡新宇的父母 都有过邻居离交流 通过这次调查 宋祖德掌握了一些宝贵的线索 并将材料递交给了上级相关部门 应该说 尽管胡新宇与宋祖德非亲非故 但老宋这个人是个热心城 专门帮助弱势群体 他觉得此事特别蹊跷 所以必须由他自己调查才放心 通过查阅 宋祖德社交平台发布的文字和视频 可以感受到 他始终觉得胡新宇的失踪 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就在老宋等待递交材料回馈这个阶段 官方突然发布了 找到胡新宇尸体的通报 宋祖德对该通报嗤之以鼻 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通过社交平台写道 不要被表象迷惑 必须找第三方做DNA鉴定 我怀疑这个尸体根本不是小胡的 我不相信小胡会自杀 怀疑一切雕虫小记都是徒劳无功的 任何人都别想瞒天过海 他还强调道 是不是小胡的尸体 必须由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后再说 即使是小胡的尸体 也不能证明学校的人没有作案嫌疑 既然说找到了小胡的尸体 总可以行事立案了吧 总 可以侦查真凶了吧 还有什么理由不行事立案呢 如果找到的录音笔真的是小胡的录音笔 鉴定录音内容 最好由公安部指定外审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不能由江西方鉴定 事实上 宋祖德提出的质疑也代表大部分网友的心声 由于发现尸体的金基山与志远中学很近 此前也进行过大规模上山排查 为何当时没查到 现在却突然找到了 学校的监控是干嘛的 当然 也有一些网友相信官方的通报 觉得这件事就是小胡自杀 不存在阴谋论 至于该事件后续还将如何进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